我们开始进入总复习的课程 第一个主题我们要介绍时数 时数它大分包含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有理数 第二个是无理数 第三个是时数的性质 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有理数 我们从定义上来看 凡是可以写成a分之b 可以写成a分之b 这个形式的数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有理数 不过呢这个a跟b呢 它一定要整数才可以 而且呢这个a要不整理 换句话说 从这个定义里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一般的分数呢 它大概都称为所谓的有理数 不过它的分母是不可以领的 比如说像二分之一啦 三分之一啦 四分之五 比如说三分之六 然后七分之二 好点点点 像这样的分数 我们就称它叫做有理数 那从这个有理数的定义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一般的分数 还有整数 它应该都是属于有理数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从这个定义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 有些分数它是可以除尽的 比如说像这个二分之一 它可以除尽 因为零点五嘛 可是三分之一呢 它应该就除不尽了 这种可以除尽的分数 它是有限 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做有限小数 那不能除尽的呢 我们称它叫做循环小数 那循环小数呢 它也有一些规则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0.3循环 0.3循环呢 我们把它写成0.333 好这样一直下去 那其实循环小数呢 它的概念应该是 无穷等比极数 那这个无穷等比极数呢 在高三我们大概才会提到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先用一般概述的解法来看 因为它是无限的嘛 它这个0.33333 它可以这样一直无穷下去 所以如果说我把这个式子呢 把它乘以10倍 我把0.3循环把它乘以10倍 那它会变成3.333 一直凶弯下去 那即使无穷多 如果少1的话 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当第一式 把这个当第二式的话 那我把这两个式子相减 第二式减掉第一式 10个0.3循环 减掉一个0.3循环 它应该就是9乘上0.3循环 然后呢 3.3333333 减掉0.33333 这个右边右式应该就变成3 因此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规则 这个0.3的循环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9分之3 同学注意哦 循环小数它的分母并不是10 它是9 那按照这样的一个推论 我们0点 比如说0.AB 如果它有两个循环解的话 那它的分母呢 就是会有两个9 99分之AB 注意哦 这个AB它是一个数 它是一个整数 那按照这样子呢 我们就有所谓循环小数的规则 那这个规则呢 同学可以先把它记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个重点 无理数 什么是无理数的定义呢 其实我们刚刚介绍有理数的时候 我们讲说 如果它是可以除尽的 有限小数 或者是循环小数 它都叫做有理数嘛 那什么叫做无理数 如果它是不循环的 它没有办法除尽 但是呢 它也不循环 这种不循环的无限小数 我们就称它叫做无理数 比如说像根号2 同学利用计算机在按这个根号2的时候 会跟你的计算机的那个机型 产生的那个小数点 后面可能会不大一样 因为它是不循环的 而且呢 它是无限小数 它没有办法除尽 它没有办法除尽 那一般我们记说 这个根号2大概是1.14 其实它后面小数点应该还有 它的后面小数点应该还有 那这一种不循环的无限小数 我们就称它叫做无理数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说两个无理数它相等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做计算 A加上B根号X 等于C加上B根号X 假设有两个无理数它相等 不过注意一下 A B C 珠 这四个它都要有理数 如果A B C 珠都是有理数的话 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因为无理数的计算里面 我们要把同类像合并嘛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仪向的动作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A呢就会等于C 而且B呢就会等于D 我们可以得到无理数的一个运算的性值 那第五个 无理数的小数部分 既然它是一个不循环的无限小数 那它的小数部分应该怎么表示呢 我们不能说这个根号2 它是1.414 所以它的小数点应该就是0.414 不可以这样表示 无理数的小数部分 比如说以这个根号2来讲 它要表示它的小数部分 我们只要把它的整数部分扣除掉就可以了 所以比如说像这个根号2的小数部分呢 我们用根号2-1来表示它 只要把这个无理数的整数部分减掉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无理数的小数部分 好 那主题1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实数的性值 前面介绍的有理数跟无理数 它其实都是实数的一种 那它的包含关系呢 同学也可以参考我们讲义的那个集合的那个表示方法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NZQ啊 这个N呢 它其实是自然数 就是正整数啦 那这个 这是一个集合的符号 这我们在排列组的那个地方 其实应该有介绍过这样的一个符号 那整数当然包括正整数跟负整数 所以你可以参考我们讲义第一个重点 它所提到的 实数呢 它应该是包含有理数跟无理数 那有理数呢 又包括整数跟分数 点点点 像这样的一个包含关系 那第二个是稠密性 稠密性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运算呢 比较少被提到 反倒是我们在主题3呢 讲到它的几何意义的时候 像分点公式 我们会用到稠密性的这个概念 那这个我们到主题3 再来好好介绍这样的一个重点 那第三个就是算计不等式 这个算计不等式呢 算是我们在大考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可以用来求所谓的最大值 或者是最小值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算计不等式呢 比如说假设A跟B是两个实数 那A大于等于0 B大于等于0 那二分之A加B 会大于等于根号A乘B 这样的一个不等式的关系 横成立 那我们要证明这个不等式成立 其实只要把这两个实数 拿来相减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简单的把它稍微证一下 比如说二分之A加B 减掉根号AB 我们可以把它公分 它是二分之A加上B 减掉两倍的根号AB 那这个地方其实会用到乘法公式 因为A跟B都是正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A呢 写成根号A的平方 根号B的平方减掉 两倍的根号AB 好 这个就是2 那乘法公式 这个是根号A 减根号B的平方 注意2 实数的平方一定是大于或等于0 实数的平方一定是正或者是0 因此呢 如果二分之A加B 减掉根号AB 我可以正到它大于等于0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这个二分之A加B 应该会大于或等于根号A乘B 这个叫做算计不等式 因为左边这个叫做算数平均数 右边这个叫做几何平均数 它有一个这样的不等式的关系 不过这个算计不等式呢 最重要的应该是等号成立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用它来求 所谓的最大值跟最小值嘛 那这个等号成立的时候 A跟B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等号成立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等于0 那如果这个地方等于0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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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值或者是最小值 好那以上呢 这三个重点就是我们主题1的重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有理数的范例 他说已知呢有一个整数 99999他可以把它分解成9乘41乘上271 然后第一小题他问说 好如果这个41分之1呢 他等于这样的一个数 他要求这个A等于多少 那这个应该非常的简单 因为这个99999他可以分解成这样子嘛 所以第一小题呢 这个41分之1 应该就是9乘上41乘上271分之A 那因为这个41当然是可以约掉的 所以我们这个A呢 大概就可以求出来 他应该是9乘上271 那这个我们把它乘开 就可以得到我的答案了 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他说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41分之1呢 把它化成循环小数 那同学就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你要化成循环小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到前面讲的 那个循环小数的规则 那其实我们大概是要看这一项 好我把这个A呢 求出来之后呢 9乘得9嘛 9763 进6 928 2439 这个A呢 应该是2439 所以第二小题 我们说 这个41分之1呢 它应该就是99999 它应该可以写成这样子 可是我如果要把它化成循环小数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循环解的部分 因为这边有五个9嘛 可是这个地方它只有四个 因此呢 你前面这个地方大概要补一个0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它循环解的部分 所以它应该就是0.02439的循环 因为它有五个9 它就会有五个循环解 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41分之1呢 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循环解 循环下去 但是题目它要问的是 好 这个第二零二零位数 那个数字应该是多少 我按照这样的规则循环下去之后呢 那这个刚好是五个循环解嘛 所以你二零二零除以五的话 刚好是可以除尽的 那刚好可以除尽的话 所以这个二零二零位数 应该就是 因为它这个除尽 它刚好是四百零四 然后余0嘛 所以这个第二零二零位数字呢 应该就是 9 OK 好